松竹站以北的部分 现在是我们所有工班集中的地方 目前的话就是以头家错 弹子以及这个峰原站 就是峰南到峰原这个区段 这部分是我们目前正在失措的一个范围 工程人员说明最新的施工进度 并且向大家介绍未来的台中火车站站体规划 台中铁路高架工程 截至目前为止进度突破7成 交通部铁路改建工程局 特别带领媒体记者实力前往了解 并且说明未来的区域发展愿景 整个完成了 大概桥的部分大概已经完成九成以上了 那现在我们的施工的重点就在十个车站 目前整个十个车站 大概整个平均进度 大概在40% 在明年年底我们刚才就要通车 那第一阶段通车以后 可能大家就听不到那个平交道 叮当叮当的声音了 那第二就是我们全线有18处地下道 地下道部分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做一个处理 配合市政府来把它做个填平 做个处理 台中市的旧市区没落多时 当地民众都把铁路高辖工程 设为是终须复苏的一线生机 铁工区表示 眼前的钢古结构 就是未来全新的台中火车站 总计有三个楼层 并且结合公车转运的系统 而画面中这栋原本的金沙百货 也已经被国际知名的五星级酒店买下 将在两年后重新营运 带动周边的观光产业 总计高架化长度超过20公里 除了风源到大清之间既有的五个车站之外 还要增加利林 投加错 松竹 金武和武权等五座通勤小站 并且与区间车的方式加以串联 希望让铁路运输也发挥捷运化的效果 为台中市提供更具机能性的交通路网 记者红家红 听这场